你那里有点吵 给你十秒钟 找个安静的地方 今天找你 不是为了工作 觉得我跟平时不太一样 那你就当我现在不是棋子里吧 这样 你是不是更放得开心 当什么 你心里想当什么就当什么 但仅限这一天 好了 生日快乐 什么叫我居然知道 要知道你的生日很难吗 我只是对无聊的聚会没兴趣而已 关于你 我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 硬骨头 理想主义 认定的是不计成本 承诺过的事情 无论怎样都要完成 有些时候一起用事 倔得几头牛都拉不回 有时候又看得比谁都透彻 摔得鼻青脸肿 还能站起来拍拍泥土 笑着身揽腰 的确 我没想到会在这个时候遇见你 这么麻烦的你 不过偶尔也会觉得过得麻烦一点 好像也还不错 我到底要说什么 就是想说生日快乐 不要多想 这只是下属生日的例行流程 之前没听说过 少见多怪 等以后多听几遍就习惯了 流程里不包括生日祝福 一定要听 硬要说的话 那就傻人有傻福 长命百岁 会有哪句话说错了吗 像你这样没心没肺的人 都是长命百岁的 还有 你还真是得寸进尺 祝你明天有新的灵感 赶紧把新稿交给我 还有 附赠三次 让我亲自指导的机会 好 我这边有音乐声 可能是因为 我正好路过你的餐厅 不用出来 送你的礼物 交给门口的服务员了 等会儿自己来拿 是我花房里 剪下来的六月雪之条 回去牵到花盆里 就能长大 六月雪没有别的优点 就是跟你一样 也是硬骨头 枝条在任何季节 都有萌芽的希望 没什么 他和你在万针的年纪一样大 你的账金可别输给了他 见证你的成长 异象天开 先把他养活再说吧 我很忙 走了 等会儿 有人送你回去吗 其他人都喝醉了 只有负责开车的男同学 上次在超市遇见了那个吗 没什么 现在我可以多留一会儿 结束了找我 送你回去 挂了 我送你去车的日子 有什么事 快点